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有哪些变化呢 我们就请房仲达人来为我们介绍吧 泰山现在有新区跟旧区之分 有十八甲重画区跟明治路上的 就是的区域跟碳里面 那十八甲重画区它 其实它那时候之前已经规 它大约是在我们泰山规划了 快要十几年才规划起来的 那新区的部分它着重的就是说 它每个街道的路宽各方面楼层 因为它的我们的楼层是属于比较低密度的建法 所以它的楼层都并不是很高 所以在很多客户走进来 就是说还不认识泰山的客户 从外地来泰山看房子的时候 他们就会以这个区域比较着重 因为它不认就像我刚才讲的 它距离捷径站也比较近 后来加入到六四六五的特意高 它们都会距离对它们来讲就是非常的便利 那旧区的话它是从名字路一段到三段的部分 还有泰里路这个区域 可是这区域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旧的比方说滑下型的社区 也或是还有公寓的部分 它们的生活机能跟各方面的条件也都非常的完善 对比方说有学区或市场 甚至还有接驳车 十八甲重画区里面 其实我们有一个新的建设 现在正在新建 就是新派的运动中心 它是一个纵横的中心 福大医学院它是位在我们中山路跟贵子路的 那个附近 因为它连结的就是之后我们泰山还有另外一个 475公顷的温宅峻化区 标榜的当然就是它的交通 后来医学院的发展等等之类都完全结合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也是泰山跟新庄一起结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画区 旧有的想法觉得泰山就是 可能不是非常的繁荣 最早以前的泰山是一字头的一字头的部分 那再来当然就是有连结到那个新庄的复杜性 因为他们那边之后的案子新建 还有偷钱重画区的新建 开始他们标上去的房价大约在50至60万左右 那所以泰山就在它的边隔一个中山路而已 所以受惠道的所有的交通的便利性 其实都是相等的 所以现在泰山已经站稳三字头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新庄跟泰山其实是共享资源的 可是房价却是新庄的一般 要购屋的话不选泰山要选大约 老家妞你的五百米店是在桃园嘛 对 这桃园做12年 对 你跟泰山熟吗 不熟 怎么 那你有打听过吗 其实网上 就是小朋友会帮我上网 稍微看一下这附近周遭的房子 那其实我不只锁定泰山 跟这些地方 其实新北市稍微房价不要那么高的 我都会去看一看 那我是觉得其实跟 阿璐 真的非常有缘分 对 那它也服务的坦白讲 还蛮周到的 会帮我考虑掉 删掉很多我觉得不必要的 所以最后选定在泰山 对 可是泰山离你做生意的地点 很远对不对 其实因为我有手艺在身 我不是很介意移到 移到别的地方去开店 开个分店就好 对 类似是这样子 不只买住家 连店面一起买就对了 还不敢想啦 但是要先确定 那个泰山的发展 它的行情好不好 我倒是蛮想知道的 就要请玉如跟大家说一说 跟老板娘解惑 其实我相信 如玄帮老板娘 真的是经过很多的过滤之后 才决定在泰山这边 因为以新北市 比较靠近市中心的区域来讲 现在房价还在二字头的 真的是寥寥可数 真的是非常有限 一千万要买到三房两天 真的是不容易 那我们觉得说 其实以泰山来讲的话 当然过去大家对它的印象 比较停留在工业成这样子 对很多工厂林立 但是现在其实因为 它有一些虫化区慢慢在建设 所以其实它的景观 有一些在改变 那当然大家比较熟悉的 还是温仔菌的虫化区 那是因为温仔菌 因为它这边是跟新庄是紧铃的 所以你看到它可以用到 新庄棒球场的一个体育的设施 那另外其实它在四元路的右 左侧这一边的生活技能 其实是非常好的 虽然它是虫化区 过去大家对虫化区的一个弊病 就是诟病 就是说它的生活技能比较差 但是它临近四元路左边这一块 所以它的生活技能其实是可以被 是可以被服务到的 所以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当然另外一个泰山很有名的 虫化区就是十八甲 那十八甲当然是有个 心态运动中心在干 但是十八甲 说真的整体来讲 我觉得它的发展的速度 是有比较慢一点的 有比较慢一点的 所以与其来相对比较起来的话 应该是温仔菌这一边的发展性 或者是说未来房价的增值性 会比较好 其实买房子不要只看那个区域的房价 你如果光看那个区域的房价 用区域客的心态来看的话 你永远觉得它非常贵 但是如果我们把新北市 把双北市的地图摊开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能够有这样的生活技能 然后离台北市区又近 对 然后又 泰山近吗 它离新庄算近 泰山近城不近 一点都不近 但它离新庄近 然后新庄近城现在方便了 对 那其实如果说要看三字头以下的话 其实新庄已经是 这个泰山地区已经是少数 算是在三字头以下了 那至于这个时机点的话 我觉得其实像泰山这种地方 它的供给量不会太大 所以它其实整个市场的供需 其实是还蛮稳定的 所以它的变化其实不是非常大 不用担心就有套住 对 它不大会有 对 大量的被套住 或者是价格抛售的种况 比较不会有 这样子 我们买房子 挑时机很重要 挑对房子更重要 反正我们现在都确认了 确定 韵儒都说 这是个不错的时机 不用怕 那我们就出发吧 去看房子 在房仲达人的大致介绍后 我们就前往泰山的旧区 明治路一带 看看这边的平价石会宅 这公寓的部分的话 帮你找这一间一旁面 这有三个空间 就是有三房 对 三房 那这二楼 因为本身 你本来是设定说 如果有大楼的话 下次是OK的 但是会不会太久一点 可是就是说它的 可能预算各方面 会比较能符合你的需求 那它这个 我帮你找的这一间 它的特色就是说 它要是边界的 没有暗房就对了 没有暗房 对 就是说它的通风 采光机 各方面都会非常地相当不错 虽然是25年的老公寓 不过却没有看到老房子中 常出现的发霉或是臂癌的问题 保存的算是相当不错 来 这边 小心 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混洋台的使用空间 还蛮大的 是多的 对 是多出来的 它大致上的话 屏书是大约在两屏左右 所以你在这里 你可以自己规划 比方说晒衣服之外 你还可以放一些自己的杂物 就不用把它收纳 就是把它规划在后面 而且你不要看这个公寓这么老旧 其实它还有天然瓦斯 所以是会跟大楼一样 有一个很便利的 就是说不用瓦斯用到一半 怕没有瓦斯 这个分别的问题 老公寓的好处就是食品 前屋主增建了后面的区域 让食器客使用的空间更大 不过相对的 可能也牺牲掉一部分后面的采光 厨房的部分 像这个琉璃台 它是比较老旧的 所以这个我一定会建议 真的很老旧 对 我一定会建议你 是先会把它打掉 那自己可以就是去设计 其实你喜欢的风格 所以这个也是活动的 对 因为它这个都是木板的 所以你请设计师来设计的时候 这边把它做成就是上下柜的部分 那你跟餐厅之间就可以做连接 做开放式 对 把它做开放式 这样整个空间映入起来就相当不错 小姐 那你看这一间的话它是边间 所以有两面的床部 这样的采光各方面的话是非常非常好 那你看旧房子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的梁柱 好吗 几乎都包起来 都要包起来 不是说包起来 就是说它不会那么的明显 那你在放置那个床的位置各方面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那样的考虑 对对 像比方大楼它就是比较会比较大 那个梁柱会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以台湾人床 对对 他们就会怕压梁等等之类 像这样子就很好让你规划 简单的装潢容易改造 厕所也有两间 屋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真的符合陈小姐的需求吗 让我们精通听听看她的想法吧 陶哥你又看的结果怎么样 其实它内在不错 可是我有几个点不是非常喜欢 比方说 第一个 因为它要走一段满邪的坡路上去 你说外面是不是 对 要走到房子的话 有个满邪的坡路上去 再来隔壁就是宫 宫 廟啊 庙 在隔壁吗 后面 后面 后门是庙 还有我有看到一个 对 变电箱 对对对 我一天24小时被它电 还有那个针箭的部分 我也心里有很多疑虑 我们先讲那个针箭的部分好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画面 让人家印象太深刻 它怎么会连地板 还有它的那个墙 全部都看是 那个胡锈钢啊 好妙哦 先讲讲 那原本的屋主是干嘛的 它之前就是 因为现在楼下 做生意的 对 是做生意的 对没错 然后它楼下的部分 它其实它是照着楼下的建筑往上建 它也没有 没有另外说用下面有支撑的部分去弄 这样安全吗 安全 是会比较安全 会比较安全 因为它照着它的地势下去建 对 那老师想说 那我们在选房子的时候有个重点 就是你要踏它的地板 踏地板 对地板要看它厚不厚实 实不实在 我们不能踩空 不可以有空康的 空康 踩空代表你就是我们在处理事情方面还是不踏实的 那其实我们用生活的角度 用科学的角度 你今天踩在一个就是你每天可能进出是大概八个小时以上的那个环境中 你踩的是一个空的一个地板 那你的心灵上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不安全跟不踏实 那所以一般来说在针箭的部分我们其实比较强调 尤其是地板的部分我们要主张还是用所谓的水泥 好 再来 宫庙 宫啊 对啊 宫庙是宫耶 去拜拜比较方便了 其实风水有一句话是这样讲 神前庙后不住人 那么就用风水的角度 就是用风水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神明嘛 我们神明总是比较位阶比较大的 那我们是一般的市民小民 你看神明都住在哪里 神明都是那种可能在高高在上 而且他可能是比较灵修的地方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跟他共处在几乎是同一个环境的一个情况下 我家后院有神明不可以 其实正常来说不行的 那其实我们在用科学的角度 比较生活的角度 我们知道人在拜拜 老了的时候 哇 那就是很吵的 很老了 那其实他的那种就是噪音的影响 干扰 事实上远大于我们一般居住 就一般的那种平 一般我们的平房的房子 不可能有这种声音 那如果现在吵一十五天都在拜拜 不然就是元宵节是在吵到 有一些法会 这些法会 那是很麻烦的事情 叮叮叮叮就吵闹噪音 还有拜拜的那个香 对 那个会影响吗 那对气场会有影响吗 我们应该是这样说 这个跟空气有关 那空气在风水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好像比方说 我们刚刚讲的噪音是一种 另外一个空气污染是一种 那么这个都会造成身心灵的一种障碍 一旦一个房子造成身心灵的障碍的时候 基本上它是不适合居住的 那其实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禁忌 除了这个神前庙后不住人之外 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在它的 就是北方有一个变电厢 变电厢 北方 对它偏北方的位置 看起来是斜斜的地方 斜的位置 对 那这变电厢有个重点 因为最担心的就是说 你可能出去开窗户以后 一摸就摸得到的 那是最可怕的 应该不会吧 应该是不会 它对象 你会怕我 我比较怕是电磁波吧 对啊 就是这个问题 对啊 我怕看到它 看到它遇到电磁波 对对对 最可怕的就是说 你可能一 就是伸手就可以 其实就是就可以摸到的 那那当然是说 到底这个变电厢离我们多近多远 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其实我刚刚看那个 就是入影带 其实非常的近 看起来很近啊 对 实际上 没有 实际上是还好有一点距离 那我们就看 它可能在对象 可是它还是在基本的这条巷子 因为这条巷子可能是六十米 对对对 那这个巷子有多大 那么它影响的那个层次就不一样 那通常来讲 不管你是在家里的旁边 或者对象 事上它的影响都很大 除非在隔另外一条街 所以正常来讲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就有很大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都是我们比较不好处理的问题 一个是 你怎么会介绍这样的房子 对 因为基本上 钱吗 钱的问题 钱的问题 就问你预算问题啦 因为一方面是因为它要喜欢采光好一点 我当然以当方向的去帮它做规划 就是说它一方面是预算在 要压缩在一千万以内 对 花要三十坪以上 希望又可以隔到第四方 它的坪数是三十二点七一坪 因为它是公寓 公寓 所以它里面都是十坪 对 就是没有那个公社的部分 所以它 而且它的屋龄在位于在二十五年 有点老 就是因为刚好是这个 有点久 这个屋龄的部分又有一个 有什么东西 就是瓦斯的部分是不是童装的 对 它不是哦 它是天然瓦斯 它是天然瓦斯 哦 看看那这个房子要多少钱 你刚刚讲 一直讲说这个符合它的需求 对 它这一件是888万一坪 对 27.1 因为其实我们在市场上看这么多房子 会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什么样的房子 其实都会有人住 都会有人住 有些是离高家桥非常近 我们觉得那个是应该非常吵杂 其实有些人还是住得非常开心 还是住得很旺 所以我比较关心的是说 也许如玄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前屋主 他在这边住多久 他是不是都是出租 还是他自己有住 那他自己住 后来发展怎么样 也许前面屋主 这个赶快讲一讲 他买的房子 那他是做什么的 他本身 我知道的话 他是做生意的 也是本身自己做生意 好像卖成衣的 对 后来他那时候就是 委托我们的时候是 本来是自己先住在里面 那在新的房子一直在整修 那他原来那个房子住很久吗 这房子住蛮久的 是团住很久的 是他的key给储吗 不是不是 不是key给储 你说是不是他的key给储 是是他的key给储 只是说他也是买第二首 对 前面还是有一个 所以你看如果说 这个屋主本来就 自己一直住在里面 然后发展看起来还不错 其实也许 可能是一个旺宅 也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 我们去这意思吗 可以请那个老板娘 跟那个老板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也许他也认识一下 是什么 跟这个房子 还蛮合也不一定 还蛮合 因为我觉得说这老房子 最大的这个诱人之处 就是第一个 他的空间大 房 对 第二个 他的整个格局的规划 其实比较符合人性 然后还有就是 他挑高比较高 其实住老房子 其实是比较舒服一点的 那当然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这个价格的话 其实说真的 不会太贵吗 以实价登录上面的资料来看的话 其实没有差太多 但他还是要一定的 议价空间 其实他开价就算 已经比较低一点了 对 那实际上像在明治 明治路这一带的 这个公寓的行情 我查了一下 一般的话 大概是在25上下 那其实跟这个开价 已经没有差很多 所以我想屋主 他当时应该是有考量到 他外在一些环境的瑕疵 所以他自己自动 在开价上面 就实在的一点 就不这样实在一点 对 那这一点阿鲁一直有 一直在洗脑 一直在强调 不然你就是没有诋意 就是会有疑虑嘛 对 因为你还是在乎 风水这件事情 外在的客观条件 风水还不是非常 还要不 因为本身他自己有做声音 对 他所以稍微要 还是要有一点 他24小时被顾及到 我比较 比较担忧这个 比较担忧这个 这个 没关系 这间房子 他虽然这个外在条件 不太好 可是他的内在 更不错 还没关系 我们看看下一间房子 会不会是 内外兼备 都是好的 内在美外在美都有 都是不错的房子 我们休息一下 再去看第二间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